当然也不会拍为你给反应也不弹发 小鸡发的好玩是啥鸡的来吧 今天咱们就不再多说废话 今天来这个给大家喝一发宝宝 好朋友们 喝一发这个力批 力批1.86250咱打个技能试试看 能不能顶掉 好没成功了 没有成功的话咱们就接着洗 先先整个配置 其实我比较喜欢高成长的1.121的 就比如说刚才那个 但是那个没有力批 这个三技能竟然也不带力批 当然得这个力批是把洗起来可头痛了 可可难出这个多技能的 特别机率特别特别小 你看哇 举着三个全给这种半天的全能大家看到了吧 没有出来这个一个这个带大力金刚了 大力金刚 力批 我的天 500鲜血洗下去没有出 天哪 哥们你在开玩笑的吧 光吸掉洗一千鲜血 还不出 我去 啊 四技能 要出货了 小伙伴这四技能的话 你等个好宝宝来喝一下 找一个吸血鬼吧 三篇同我吸血鬼一点一五五技能 四九二十四加五一二一八三一千一 我当然会成为一五九一二一一八 就让我陪他 浪浪的尘埃 浪浪的尘埃 浪的尘埃 浪的尘埃 浪的心来 再去熟悉 三海 都一般的这些配置说实话 或者咱可以自己造一个配置 我教你们怎么造配置 看看在这吧 啊 先买个九十五的 再买个六十五的 电影 洗 洗 OK 这洗完了吧 不用看技能多少 枪行跟他融合 枪行上技能 在这 在这吧 枪行往上上 这样子的话就非常爽 你看一点一八九 这是出来了是他 我出来吸血鬼的话 你看这一下子就你舔了就 是这个道理吧 各位 明白了吧 就是这样子玩的 就这么玩 这把要出错 都是三级的 来着六级的吸血鬼 或者四级的吸血鬼也行 然后成长高一点 工资高一点啊 一点一八九 这个就很好的 一点一八九 这就很好了 然后咱们再来一个 再来个五零鞋子 再给他整一发 再整一发啊 对 等完之后换上位置 让这个他在前面 他在后面 一月给在后面 出吸血鬼的几率 稍微大了 那么一点点 老子要对出闪光 走 啊一点二一四 看到没什么 这个资质一直在上涨 很好 但是这一发 如果你再让这个 他在前面的话就不行了 再让他在后面 哈哈哈哈 出这吸血鬼 老子要 你一定要出吸血鬼 完蛋 看来这在出后面的几率大 白费了 白费了 颜老典啊 你怎么等一下自己给我们干萌 我要个僵尸 我给他合在僵尸身上吧 对吧 他们应该把这八零金刚的人机灵了 合在一个僵尸身上 这样子这个宝宝就比较变态了 因为这个金刚长得特别帅 金刚金刚 刘金刚 哈哈哈哈 哇 去现在啥都不出了 好了 已经乱满了 现在就现在就水又乱了 就是出啥都不知道了 来个高档 啊 1.159啊 刚好 很好 再来 再来呀 老底啊 对三级能不能整个完善 整个完善了 狠狠的闪光 反省的出 长 哎1.2 我去你 他个老屌 快看你们现在这个技能全满了 1.2 现在来批一下四级 那么批来三级的身上有点亏 咱再给他合一合 这次再合的话 咱和一个 同志 富军成长1300搜索 找资质稍微高一点的好了 找些个个资质都满一点 跟他这个就比较好 7万我天哪 哥们 你虽然猴子请来的吧 哥们怎么这么夸张 三级能卖7万 然后怎么在想啥 最后 你当我们是傻子呀 老底啊 你当我们傻子啊 来个2.5 2.5 2.7 2.6 都可以 对 僵尸2.4 哈哈哈哈 他看上来 这就是他厉害之处啊 这就是他的厉害之处 打个打击 不用打击的王子 我感觉不用打击的 直接合啊 4和3 通过武器 走 武器拿了 我难道是罪的呀 哥们 你把利皮摊摊 哎